我們今天是這個學期的第四週 我們今天非常榮幸能夠請到原住民委員會前主委 瓦麗絲貝林先生為我們擔任我們今天的講者 我先說一個瓦麗絲貝林先生 我在見到他本人之前 我已經聽說過關於他的一個小的 算是笑話或者說是一個警惕 就是關於原住民的名字 那就聽說原民會裡面跟外交部有一個場合 就是要怎麼介紹主委 外交部就自己很緊張就是說 貝林主委 貝主委 瓦主委 瓦麗絲主委 瓦麗絲貝林主委 就是有非常多的排列組合 這麼多排列組合其實就代表 即使是貴委政府內閣的閣員 原來是一些基本的一些背景是大家是不了解 那我在屏東嘉屏這邊有時候去那邊拜訪 也會曾經有一次也看到主委的生命在那邊噴駁 那我在台東大學的時候也聽到我們的同學從在部落 碰到一些困難的會回來說原民會有一個新的政策 部落會議要選主席 那時候只是一個草案的階段 可是主委也會跑到很多地方去開說明會 所以在剛開始推動這些方向的時候 其實這些方向我們可以說 就是逐漸要讓部落有自治的 在法案在法律上行政上有自治的空間 這一連串我們現在看到的部落公法人等等 不管這有一些缺失啊怎麼樣 就是看到部落的位置 看到部落的重要性 那在瓦雷斯貝林先生擔任主委的時候 已經一步一步的在做這樣子的工作 那除了主委這個工作 主委是2006年擔任的 在這之前其實瓦雷斯貝林先生 已經參與政治的時間非常長 第二任到第五任 1992年到2005年擔任過世界的立委 這個其實跟我們現在在看到的 就是說原住民走入體制去影響政治 去為族群的利益 族群的權益發聲 這樣子的怎麼樣去做這樣的事情 以一個少數人口的身份 怎麼樣做這個事情 我們看到這其實整個過程是相當的辛苦 那除了這些從政的過程 實際上1992年第一次擔任立委之前 瓦雷斯貝林先生有很多方面的努力 各位如果其實也是我對今天非常希望 最後討論的時候可以跟主委請教 就是主委有非常深厚的宗教信仰 而他曾經有過擔任過神職人員 那最後選擇了從政 直接參與政治這樣子的一個努力的方向 我們這都是希望 如果演講的時候沒有提到 都希望最後在討論的時候 可以讓我們認識到一個西方的宗教 跟原住民族的權益之間 可以產生什麼樣的一個正面的 彼此支持的作用 那讓我們先歡迎瓦雷斯貝林主委 我們想介紹他經營很久的律神農場 董老師還有在座的同學們 大家好 大家平安 我們在部落很喜歡講平安 因為大概人在生活當中 可能說是最好的祝福應該是平平安安的 不管在哪一種時空下 人平安是最好 心理平安還有工作平安 然後大概這也是一個信仰的一部分 那老師剛提到我叫瓦雷斯貝林 瓦雷斯本名 瓦雷斯可能以前有一個意義 但是現在已經變成這個名稱 名字的這個 你還聽到瓦雷斯 大家知道說有這個人瓦雷斯 貝林的話是我爸爸的名字 所以我是塞德克族 泰亞族塞德克族 泰魯格族 大概都是子父聯名 瓦雷斯我的名 貝林是爸爸的 所以子父聯名 謬性 所以我的孩子叫 碧虎 所以他叫 碧虎瓦雷斯 碧雷斯就在後面 所以從碧虎瓦雷斯開始 我可以追到五六代 比如說碧虎 碧虎瓦雷斯貝林 大多 那尾西亞 阿鼎 所以我們的名字是 接龍 接龍它有一個好處是 你可以用唱的 你又可以用念的 然後比如說 碧虎瓦雷斯 大多 那尾西亞 有一個叫 西亞 西亞就是 阿祖 阿祖 老人 爸爸跟我講 你那個阿祖 阿尾西亞 我非常勇敢 然後我就會記得 阿尾 有那個 雖然我沒有看過 他的歷史 什麼 後來我發現 阿尾西亞這個人 我的阿祖 在1902年的時候 日本是1895年進來 1902年進到我們物色地區 有一個叫 人質觀事件 這個阿尾西亞就是 在那個部落裡面 擋日本人 很多故事 可能他今年沒有話講 那阿尾西亞 然後1903年 日本進不了物色 因為人質觀被擋掉 然後日本人就從著水溪 回過來到物色 那他用 過去叫 以歡自斑 移植儀那種模式 就是用布農組來擋 我們賽德克組 然後我這個阿尾西亞也參加那個 1903年的一個姊妹眼戰爭 然後 到1914年左右 叫希拉莫事件 叫離山事件 我們就被日本人 變成 被日本人推說 要去打那邊 他也參加了 1930的物色事件 他也參加 四個戰役他都參加 那到最後 年輕大的故事 所以那個故事就是 我爸爸說 有了那麼一個 你的阿尾 所以我就 阿尾是誰呢 我還說 阿尾西亞 阿尾西亞 這個人 就是大概是上面的三世代 然後我們在上面再推 也可以用唱的 所以老人喝酒的時候 就唱著我的阿公 我都阿公 所以那個名字 就不會斷 主要的原因是我們沒有文字 用傳送的 用這種方法來記憶 大概基本上是老人家的智慧 因為他就 用名字的接融的模式 表達呢 他整個家谷主系的一個 裡頭的很多的故事 這個是賽德克主 我是賽德克主 就是 人愛鄉第一個部落 叫 梅西部落 但是不曉得各位同學 聽部落這個字 部落不是村 那可能村裡面有一個部落 或者兩個部落 或者一個部落有三個村 也有可能 像那 這邊有沒有阿美祖 台巴浪 那個光物 他 一個部落裡面就四個村 為什麼 人數非常多 那 有的是一個村 可能兩個部落 我們就蠻像長 有幾個地方 兩個部落 但是部落的定義是什麼呢 部落就是 現在講說聚落 但是聚落裡頭 很多的家族關係在裡頭 那這個聚落的範圍很明確 跟另外一個聚落 一個部落的範圍 界線大概是河流 或者淋線 所以他們在這個空間裡面 他們是自主管理 整個自然資源 跟生活習俗 所以部落是一個最 最基本的一個內部治理的一個原住民的一個 一個自主的一個算是一個領域 部落領域 那一個塞德哥族我們有13個部落 但是13個部落 深圳來講在日本時代到光物的時候 13個部落並沒有那麼明確 但是我們的語言都通的 可能會議也都有往來有通婚 但是呢 並沒有所謂聯盟 部落還是完全自主 甚至有時候 兩個部落內場有衝突的還會對還會對抗 所以為什麼部落裡面 事實上很多人說 你們原住民會殺人口 會出草 其實出草在原住民的社會裡頭 它是一個維護它領域的一個模式 我自己看到我的部落裡面 從來沒有說這個部落去攻打那個部落 因為要把那個部落消滅 沒有 但是呢 你這個部落的人越過我的內場的時候 你可能有一個人會犧牲掉 警告你以後不能進來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關係 不是一個完全 還是事不兩立 就是我要消滅你要消滅 所以 有人看過塞德哥巴的電影嗎 塞德哥巴的電影裡頭 你看看 電影裡頭的這個戰爭 雖然 他知道日本人很強大 沒辦法打過他 但是呢 塞德哥部落的這個部落 那個已經形成一個聯盟 六個部落已經聯盟了 我們來跟日本人對抗 他的對抗的意義 他們大概都覺得打不過 但是呢 我還是要打 那為什麼呢 第一個 因為已經侵犯了整個 他的生活文化習俗 他已經不能像塞德哥人那種生活 所以年輕人就是要對抗 但是對抗可能會死啊 但是死的話 塞德哥族的概念死 不是好像內事沒有 他的觀念是要走過從紅橋 到對岸去 那個生命是會到那邊去 會到祖民那邊去 所以他認為死 是我去找一點過去 所以 變成對抗 對他來講是一個應該的 正確的 但是 你們看看那麼慘烈的一個戰爭裡頭 塞德哥族不會跑到別的部落去 把別的祖籍 所謂的難民他沒有 他的所謂的難民就是死路一條 我就要到對面 所以變成那麼慘烈的犧牲是大概 六個部落裡面有五個人 死了四個人 剩下一個人 其中現在在其中在那個 像清流 叫川中島 一個清流 兩個河流 交接這樣 在那邊 以前是一個木橋 日本人把它放在那裡 讓它奔不出來 就是這樣一個部落 所以部落 它是一個很有主權意識 內部智力很高 它祭典 也是內部島 什麼時候祭典 什麼時候播種 這個就是部落 這是部落 所以 美西部落 我現在 剛剛董老師講說沒有錯 我過去都一直從政 但是我一直覺得 沿著那個部落的生活 如果沒有 生活的產業不穩定 部落的生活沒有辦法滿足 它能夠永續住在部落 它大概就出走了 比如說民間很多 很多部落 到都會去工作 它不能留在部落 因為沒辦法生活 我現在是尋找一個 部落裡面真的 能夠把產業拿出來 找回來 然後讓年輕人能夠生活 在部落裡面 那部落裡面有年輕人 不是只有老人在那邊 所以我們的老人 常常講一句話 今天部落怎麼樣 只有老人在嘆息 沒有看到小孩子在嘻嘻鬧鬧的 那現在我在想說 我有沒有辦法把年輕人找回來 讓老人感覺說 坐邊還有小孩子在玩耍喜笑 那種聲音回來 所以我想把部落尋找一個 真正的生活產業 永續的 待會我會講一點這個故事 就是這個部落我們想固正 這個部落能夠變成是一個 讓部落裡面有小孩子 有年輕人有老人 老人的照顧我們自己來照顧 所謂的照顧2.0也好 讓我們年輕人 他可以就在部落裡面生活 跟他的孩子在一起 這樣的一個所謂的一個願景 我們一直在尋找一個生活的模組 經濟的模組 這是一個 那 這個是怎麼搞 是 這個 這樣子 那 因為 我大概看到部落裡面 我自己十年了 我從行政院卸任以後十年回到部落 一開始我就看到部落裡面 大概我看了 因為我們部落有個叫除夕物資社 本來也有看過我們那個報導 在天下雜誌 除夕物資社裡面 我去看我們部落裡面 大家的一個所謂職業選項是在哪裡 大概我一看百分之八九十做農業 有公務人員大概一成多 但是公務人員退休的時候又回來做農 所以部落最好的職業選項就是農 但是我一看部落做農的人 就是說我是農人 我去做農 做農人在做什麼 做農工 他不是在做自己的農田 然後從農田裡面產出的作物 賣出去幫助他的什麼 不是 而是現在很多部落是有資本型態的進來 外面的人來租他的地 來租這個地 種茶葉 種什麼火樹 然後我們這邊就是做工位 那做工位的時候他賺工錢比較快 我有一天賺個工錢 但是一天賺個工錢很快就花掉了 所以我發現我們的資產是負載的 部落裡面的資產 就個人家庭的資產是負載的 他可能賺到現金然後就花掉了 那我講的意思是什麼呢 因為農業好像第一個 它有地 它很想做農 但是為什麼要幹嘛做農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後來我發現是什麼呢 現在整個農業的一個模式叫 慣性農業 慣性農業就是說 你要買回料 你要用挖胡椒挖 你要投入很多的資金 你最好你種高麗菜是種十萬顆分期種 然後你種兩萬兩萬兩萬 前面鐵本中間賺錢那一段賺錢 敢投資的人是這樣去做農 他有機會賺錢 但是小農來講 他三分地 他做農 他要花很多肥料 要種很好的作物 也不知道賣到哪裡 整個資訊上 一直到現在都是不對稱的 所以變成它是財團 是於農業的農工而已 我看到的部落是這樣 所以我就想說 到底要怎麼樣讓部落裡面的農業 變成它的生活產業 我最近就發展一個所謂新農業的模組 但是在2007年 有一個諾貝爾獎的得主 競技獎的得主 有兩個人 一個男一個女性 有一個女性叫 Illinos Ostrog 這個女性 我看到她 這點到我的心頭 她研究那個人 她研究亞馬遜禍 亞馬遜禍的原住民 她發現亞馬遜禍的原住民 那個部落 她可以生存 但是不是很富有 她環境也沒有污染 但是她管理這個 這個部落裡面的領域 比如說國六的領域 還是永續的 她可能是採集維生的 後來她有一個理論是說 部落原住民 部落生活的經濟活動 這個內部管理的經濟活動 是有效的 甚至比政務機輔導他們 還更有效 因為他們已經有 總文化 總傳統上已經找到 這個環境裡面 怎麼再擁護他們自己 雖然不是很有錢 但是她的自然自然是永續 然後環境也沒有污染 然後雖然醫藥不發達 但是也覺得還算健康 後來她就發現說 傳統原住民在共同生活的模式裡頭 他們有一套自己的生活模組是有效的 比政府去推動還有效 這樣的一個概念 可以去查一下這個女士 大概是第一個 諾貝爾講的經濟學家的 理性的一個學者 那我講這個意思是說 到底我們原住部落 能不能發展到這個一個模式 那今天日本部落有幾個蠻典型的 可能大家也所聽到 比較早發展的一個部落 叫阿易山的三美村的 打那一股部落 打那一股部落 它一套河流 它一個騎勞說 無法河流 我看現在魚等等都沒有人 大家都亂讀魚 很多公安哥進那邊 就破壞了 他就用管理 內部管理 就是說 因為以前的河流 很奇怪 他們河流這一段是這一家的 這一段是這一家的 他奉公去管理 所以在部落裡面我發現那個河流 這個部落管這個 上面的部落是管那個 他們有時候會讀魚 用那個魚騰讀魚 魚騰讀魚是不會全部滅亡的 比如上面部落要放魚騰讀魚 是他們自己開會 今天我們要讀魚要吃 然後就宣布說 下禮拜一我們全村都去讀 就是去操作 但是他也會告訴下面部落 我們上面要放 你們底下如果看到魚 你們就自己抓 所以意思是什麼呢 他只管到他部落範圍的那一段 下去他不會去找 為什麼 那是他們的 所以這一段我用這種方法 操作我捏到的魚 全村去抓以後 他就分大中小 然後每一個部落 每一家就各取 他一樣的一個數量的魚 讓他大家回去 作為就是帶回家 他下面流出去了 底下的人們就在等 他也不會到上面去抓魚 因為那是他們的 所以魚你看看 魚它是流動的 這個魚不一定是下面的上面的 它是動的 它是管理那個空間的 不同的空間不同部落在管 你這邊讀魚的話 下面的魚沒有被讀到 那邊還是魚 那個魚還會上去的 對 這個模式是一個 背著是整個部落裡面 習慣用的一個方法 目的是它是有趣的 它不是內訣的 我想這個是一個傳統上 原住民的一個經濟的模式 的一個 一個 智慧的一個模式 那 這個是 後來 剛才講三美寸 他們發展到以後 後來發現 第一個 那種 風隙 然後 把石頭 棋棋地 稍微弄好 後來發現很多魚 然後就發展光光 你進去看著 都要收錢 收錢以後 它把那個錢變成是收入 然後呢 每一年結算 有一次結算到三千萬 那麼高 進進了 因為它還可以有表演等等的 然後 三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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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萬裡面呢 它就會分說 老人年輕做什麼 結婚的要給多少 或者是 小孩子 想學生 他自己分 內部管理 所以那就很典型的一個 經濟上的發展是 分享式的 共享式的 共生的 甚至共融經濟的概念在裡面 這是蠻成功的一個例子 那現在更成功的一個例子 最近大家常去的 叫 那個 那個 尖死相的那個 駛馬故事 不曉得 同學有什麼 有些人可以去看一下 它的部落裡面 大概二十家 二十幾戶 在一個山頂上面 它們完全是什麼呢 有種水果的 有養雞的 有民宿的 那全部 集體經營 集體經營 比如說 我們年輕人 哪一些 可以工作的 我們要去 種一米 種什麼 就早上集合 去做 那有的太太呢 就管民宿 有的呢 做別的工作 那它就 整個收入呢 全部 做為統收 然後 會不會 你有工作的多少錢 你有工作的多少錢 你的孩子 所有的健保費 都是公出的 你 讀書 生病 等等 都是公共出的 只有早餐在家裡 中餐晚餐是一起吃的 有點像什麼 人民共受對不對 但是在以色列發展的很好 叫寺 這個模式 我去過 大概 30多年前 我就去 以色列去看 這種模式 到底是不是可以 適合在原作品地區 就是 共同經營 合作經營的模式 那目前他們一直蠻順利的 蠻順利的 所以 這樣的一個模式 事實上在部落的發展裡頭 慢慢有不同的模式出來 那如果說 原作品在台灣裡頭 本來傳統的模式 已經能夠讓部落自己生存 但是 現代化以後 都市化以後 甚至在 所謂的 貨幣 這個 比你 你要種一塊東西 你三個月才有收成 你去賺一個工 你去工廠 你做什麼 它就馬上有收入 你就用這個錢來買東西 大概就是 關戶以後 原作品才碰到的問題 就是 所謂的貨幣上的一個 使用這個問題 當然 就是蠻複雜的 那 我現在回到 美西部落的一個概念就是說 如果大家都做農 農業呢 第一個 你在圓民會現在 研究委員會在推部落產業 是要推三種目標 他說 第一個 這個 這個產業呢 對生活有幫助 所以你可以在 很安然的在這個部落生活 就是誤到生活 第二個呢 你要有 安然能夠 很安然在這裡生活的話 你的產業 你的生技這一關 一定 是要有 然後呢 你的產業 提供你的生活 但是呢 也要符合生態 所以它叫三生產業 它部落產業要推向三生產業 但是我們現在想起來 部落最容易做就是農 但農業不能顧到生活 怎麼去做 沒辦法顧到它的生技 那租給別人 租給財團去做農的話 比如生薑 很多在部落裡面 他說你這個地 高地孤瓶 我呢 帶怪手來 我幫你整瓶 然後給我租三年種生薑就好 以後就你去種 後來發現種生薑以後 他種了三年以後 大概五年內都不能使用 那個地為什麼 生薑種生薑 你決定要放很多的一個 所謂地下蟲的藥 如果你看過農業 叫都師本 或者是好年冬之類的 你放在裡面 那地下蟲全部使光光 然後呢 你的 那什麼生薑苗 長出來 就不會被咬 海牙很漂亮 然後叫很多的化血 等等 然後那種土呢 可能酸性的硬化 後來你再種什麼很難 你除非要改良 這就是一個噴到一個問題之中 柴卵是他會用這個土地 不管你的生態 不管你的武器 他就賺取 他當時利用這個土地 但是你在回到地主的時候 可能很多垃圾都放在旁邊 很多水管都放在旁邊 然後你要重新去整理的話 我們要花很多的經費 所以一種個性循環的一個 部落的一個農業的一個模式 所以你要做農 我們絕對考慮到一個是說 聖誕成本要低 然後不但聖誕成本低 你會操作到這個農作物呢 開發力結構力要好 然後品質又要好 你怎麼去處理 達到這三個 成本要低 然後呢 它的結構力要到豐收 第三個呢 品質是無毒的 如果達到這個三個要求 有可能我跟都會區的人說 啊 我這個絕對是好東西 健康的 你們來買 但是目前事實上發現 聯制民在做一個農業的時候 的一個概念 資訊是哪裡來的 不曉得吧 大家知不知道 聯制民在做農的時候 比如說我種一米 啊 我的一米怎麼長得不好 他要去問誰 你知道嗎 他要去問農業行 農業行 說用這個 還是不好 啊 你要用那個複合起來再用 後來用別的 就成那個 資材的成本非常高 他的收取也不一定 那現在回想過來 農業是很好的選項 因為大部分都有地 而且就在鋪籠 也沒有工廠 也沒有別的服務業 我應該是要做農 他說我要做農 達到降低成本 收成好 然後品質好 怎麼樣呢 我就是要回到這個 這個主題叫做 土壤的救贖 一本書 這是一本書 有過農業我們看一下 我發現 事實上可以達到 達到一個 你好好去農作的時候 你的成本不會太高 它的產量也會很高 品質也會很好 這本書可以看一看 所以土壤是 這個土壤很好 土壤這個東西 我自己在看農田的時候 土壤為什麼可以種東西 為什麼從這裡可以長出來 土壤這個東西就是 大概你形成幾公分的土壤 好的土壤大概要花幾十年 甚至百年的時間 如果你到原石森林 你看看 它可能虎枝土很厚 落葉很厚 那個土壤是最好的土壤 如果那個土壤 你去山上把它拆掉 然後到農田 覺得好 但是有的那麼遠 那麼不好去搬 所以你要把你的農田 變成最好的土壤 你怎麼去做 這是一個基本的原理 在這裡 就是你怎麼讓土壤改良到 就像原石森林的虎枝土一樣 這是一個做農的基本的一個問題 那土壤裡面 其實今天那個 我答應童老師說來演講的時候 其實這幾天我在部落 已經在辦一個叫自然農業的聯繫 一個韓國的農業大師 82歲 早上在講的時候我就出來 他在早上講三個問題 我發現他82歲非常有精神 在全世界有三十幾個國家用他的方法 然後會達到所謂的成本降低收成高 然後品質好 他說作物 比如說作物包含蔬菜水果這些作物 也包含蓄產這些東西 作物這個東西 真正用化學的成分計分析的話 他說裡面是三種元素 一個是炭 一個是碳 一個是水 一個是O2 其實他的 基本的成分是這個 農作物也是 蓄產物也是 如果說在做的 真的是你有辦法從這個三個元素裡面 把它做出來以後 你就可以吃的話 那我們不要搞農業了 就用這個組合就好了 但是都做不到 它必須是經過土壤 陽光 然後從裡面把這些東西組合 在生命的組合裡頭 變成一個作物 變成一個蓄產 你人才可以吃 所以看起來很簡單 所以我底下講了一個生產 消費 其實在萬物裡面 很多就是生產的消費裡面做一個根應 比如土壤這個東西 它會長出玉米出來的 除了玉米這個種子 它種子你落到土壤的時候 才會有可能生根發芽 所以你落到土壤以後 它有一個濕度跟溫度的問題 它內在的玉米粒裡面內在的生命 第一個先發芽 它是先生根 有沒有人知道 它是先生根 為什麼呢 你在土壤以後 它土壤裡面會有很多的一個元素 讓它刺激它變成長根出來 長根出來以後呢 這個根等一下會有一個圖變很好玩 它的根下到土壤的時候 就接收很多土壤裡面的元素 這個元素是經過什麼 是微生物去把它分解 排出來的一些東西 讓這個根如果吸收 以後慢慢長出芽出來 芽長出來以後 再經過光 一些空氣等等的 就產生一個所謂的動能在裡頭 因為會到根裡面一直這樣循環以後 它的芽 花 葉子一直長一直長 開花結果就出來 它的基本的原理是這樣 那土壤在這個生產跟消費裡頭呢 土壤看起來是一個媒介 但是呢 土壤裡面很多的礦物質 有機質甚至微生物在裡頭 跟植物本身是什麼呢 植物它的立場是什麼 消費者對不對 因為它消費土壤裡面很多元素 生產者是土壤裡面 植物跟消費者 但是消費者對動物來講呢 消費者是動物 植物是生產者 那動物跟人來講 又是消費者生產者 生產消費之間的一個關係 產生的一個生態系統 最後有時候會想到說 大自然理論甚至那麼妙 有這樣的一個對應 對應 好這個我講的是說 這個東西就是自然農業的原理 就是我們那個趙大師所講的這個 你看這個 它的根往下砸根 土下面的 我們非常不容易看到 土下面的 但是土下面的這個根呢 跟它土上面的這個是差不多一樣的高 有時候我們把一米拔出來 它根很短 其實不是它的蓄根還已經長到裡面了 它的根裡面呢 根裡面 現在說起來 它呢我們是要減碳 或者是說 事實上現在農業的方法 用大的挖土機什麼開過什麼 事實上很多的碳 本來就在土裡面 後來把它挖掘出來以後 這個碳又步步出來 所以我們空氣中 微生溫時消費很大的原因 也是在這個農業的東西 不是只有工業的發展 但是造成這個CO2那麼多 在空氣裡面 它這個根底下 氣氛下來以後 我們必須要承認一個東西 是微生物的功能性 是非常重要 對植物來講 這個微生物呢 它是一個 其實整個土壤的生命基礎 或者人的生命基礎 宇宙的生命基礎 就是微生物蠻重要的 像人 在媽媽的肚子裡面 本來就是從微生物開始 以後形成一個人 很基本的原理 你要回到它的一個原理就是這樣 那它裡頭 這個圖案裡頭有一個結構是這樣 另外光合作用以後 光合作用在整個的行程裡頭 葉綠樹等於是一個工廠一樣 製造一些養分 然後會讓這個肢體能夠發展 但是呢 植物本身它吸收二氧化碳的時候 它會排泄東西 植物也有一個排泄作用 排泄到根裡面 就是很多的碳腎 碳這個東西會下到根裡面 碳這個東西會在根裡面 是正好微生物最喜歡吃的東西 所以微生物就會集集在根裡面 那微生物吸取這個養分以後 它要把土裡面的有機質 礦物質什麼分解以後 它自然就根進根 根的一個同合作用 在裡頭植物的吸收 生物性的方式去吸收這個東西 讓植物更能夠壯大 裡頭的功能是 如果了解這一點的話 你要做什麼 要怎麼做就會更清楚 更清楚 那個 那個誰 幫我這個電腦 我放到那個影片 大家看一下 因為 我至少也是今天看到這個影片 這個影片就是微生物跟土壤比較重要 大家看一下 這是生物寫下 這是生物寫下 這根裡面就有剩出五個 就根裡面就有剩出五個 然後如果是生物寫下 那種植物物質的 食物質的 那種植物質的 在一起 這個生物質的 那種植物質的 所以當這種植物質的 那種植物質的 死亂 湯出現 那種植物質的 我們現在有 過零件 猶件 層的 植物質的 在那種植物質 我們現在有 海中植物質的 海中植物質 海中植物質 我們現在有 過零件 when we were protecting, and if the plant was doing that, how's it doing it? 安 T udd food starts, simple sugars, protein, and then carbohydrate. What is that recipe for? Paint cookies. So your plant is going to take simple keys all over the surface, every single surface, but not fake simple keys, 必要在很多草莓层的一種草莓,就在一起賣掉了很多草莓的草莓, 都在用膠質吸收到一些草莓的草莓, 所以在一個草莓的草莓层, 那種草莓层的草莓, 那種草莓會生在草莓的草莓。 當然,如果所有草莓层的草莓有種草莓, 就在一般草莓层的草莓蕉, 如果 Antidolum مع了些质量, 它们发生的核脑出体内进化 去将町的成分 它们发生的核脑出体内进化了 核脑出体内进化 核脑出体内进化核脑出体内進化 去旧化的成分 有点核脑出体内进化 它们发生它们发生的核脑出体内进化 那种核脑出体内进化 Florentine进化 我们要做タイツ成分 所以大概看到这个图片里都很清楚 做农人事实上好像不必太多的动作 只要你把土壤管理得好 让微塑物里面的菌活化 让土壤里的不要有害的物质 所以他说农人 在我们赵大师讲的农人是一个原定而已 管理者 真正在做农的是菌 叫菌耕 菌耕 菌在耕作 你要让菌耕作 好好站在耕作 只有让他环境变成好的环境 当他耕作 325天 没有一粒一休 天天都在工作就是菌 你要让他去工作 那你就是管理这个土地 这样的话 我刚刚已经说到的 你的成本可能会降低很多 品质会非常好 因为菌他把所有的 你所提供的资产分解 他的代谢物账跟物吸收变成茁壮 他的品质绝对你不需要化学回来也不要农药 所以品质非常非常的好 这是一个目前自然农业的一个标的就是说 绝对做农是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人 他说宇宙生命里头本来就准备好农人这个园丁 去管理而已 他不是让你人定胜天 把很多作物让 比如说 看看 我自己种了10年有机农业 然后前两年转换到自然农业的操作 有机农业和自然农业不一样的地方是 有机农业是你要买很多有机肥料 现在不要买 我就会去采集 我会培养菌 找一些资产 比如说米糠 或者落叶 或者是一些 菌水 我就混合用 我就放在土里面 大概这样的一个操作 我就可以养很好的换钱 那一般惯性的味觉 惯性的味觉说你要用怕血汇料 科学家很聪明 就是说他知道 我只要跟他长得很好的看的话 一定要有钙子 让他比较甜 要有磷伤钙 让他的肢体要着重的时候 要用什么东西 科学家可以分析 他就用怕血合成的东西 加在于土壤 你可以看得出来他长得很好 所以现在被人说消费者 你到零售当卖场去看这个番茄 会很漂亮等等 但是假设你买下来 如果是关系农业的 你放在这个桌上 只要他有一些破洞出水以后就会发臭 那我比较过我种的番茄 我买的番茄跟我的番茄 我的三个月还是一样不动 可能有点缩缩水 但是他这个已经出水就不行了 但是我问同学 你去买番茄到卖场 你第一个要选择我要买番茄的话 比如这个是一堆番茄 三堆番茄 这一堆番茄一公斤十块 这个一公斤五十块 你们会买哪一个 一定买十块的吧 那么便宜多买一点 回家吃的 绝对是这样 现在消费者是看似价钱 赚钱很辛苦啊 我买便宜一点 甚至买多了分给别人 那个概念 但是假设一公斤十块 会一公斤五十块的 价钱是前面一公斤十块 价钱是一公斤五十块 它的背后一公斤十块 是有毒有农药 一公斤五十块是没有农药 你要买哪一个 我突然想到生命很重要 我就买五十块 但事实上是对的 因为你现在在美国的研究里头 番茄 你惯性用化学回料等等的 或者用沙潮剂 甚至用农药来杀虫一个番茄 它的营养能量的元素 已经只剩下四分之一了 那你完全用我们这种方法 自然农药的话 它农药呢 你变成百分之百的农药 没有问题 所以你吃我一克盘卷 你要去吃关系农药的五克以上 所以你不如买一克五十块 一公斤五十块 事实上被人消费者也要看到说物的价值在哪里 不是只有外观跟重量 事实上你要看的是它的能量是什么 我想这是一个对于物本身的一个看法 那现在我就给大家看一个 这个是韩国种的自然农业的玉米 它跟它手不一样长 然后一株玉米里面 用自然农业做的一株玉米 它已经可以种到四颗玉米 一般台湾我们用惯性的大概两颗 三颗 那我用自然农业的四颗不是量很大吗 品质也好 产品也低了 所以我刚刚所讲的这三项在部落里面想发展的是这样的一个 这个是在印尼种的木瓜 它的木瓜的生产量它用自然农业的模式 自然农业是有SOB的 怎么做怎么做是木价很清楚 这个是夏威夷的香蕉 它有十三段 台湾大概五六段关系的大概五六段了 这个赵大师是穿这个音符的 它的芋头 这个夏威夷的芋头 长这么高 那这个外国人180公分 它在里头就差不多汗的一样高了 所以现在我在回想 可以回想刚刚我讲的一个意思是说 物落能不能发展农业 农业是最好的选项 把农业变成是一个生活产业的话 你能够发展到一个SOP 让它变成收成量高 品质好 成本低 有可能就会变成部落的产业 这是一个目前我们在美西部落的一个操作 然后当然如果有这么好的品质 我们就想说到底要怎么去行销 怎么去行销 所以生产者消费者能不能找到一个共生的关系 因为大概一定要吃这个东西的农业 然后我要把生产消费者放在一个这样的一个 那事实上我们已经 欧美国国已经有底下英文字母号的CSA这个 的模式就是 Community Support Aliculture这个 意思就是说我这个村子里面 我要把我的产品就放我周边的箱 不是过季包衣不是很远的地方 周边的中张头 人爱向左边到中张头 一个距离比较近 然后我需要寻找一个消费者 跟我生产的共生的方法 那这个方法呢 我们希望有一个认证叫PGS PGS是参与式的认证 就是说生产者消费者互相参与来看 比如说消费者我不希望看到 你到大卖场买我的东西 因为你只认 只认看到东西好不好看而已 我是希望你到我的农场来看 我怎么操作 你要了解我的操作 那就PGS 现在有机验证叫做第三方认证 有机验证就是说 政府授钱给一个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去验证你的东西 从土水跟品相去做体验 然后你的履历是什么 后来给你一个标章 那后来我的东西符合有机标章 我的标章就换在我的作物的标章里面 后来换到大卖场 大卖场以后 买的人只认标章 不认生产者对不对 但是你买了这个东西 认标章的人 有可能会有一个问题是 我标章底下不是有机的 这有可能吧 事实上有啊 基岩谱那个 安全用药的那个基岩谱去倒了 他说有可能有机标章也可能会倒 因为只有认标章 有可能不一定是被信赖的 那我们做的叫PGS PGS意思是说 我邀请我的消费者来看我做的 你要认识我做的东西 我把生产消费者放在一个平台里面 互相认证 后面可以再继续讲这个东西 所以企业在国外已经发展得很好 他主要的意思是说 他的一个交易的模式就是 我邀请消费者跟我的农场中间的交易当中呢 要有一个共识 就是呢 消费者要吃健康嘛 那生产者真的要用心去做健康的食物 在这样的PGS承诺当中呢 要分担风险 这风险怎么分担呢 你消费者认识我所操作的是健康的话 你先预购 然后我答应你帮你做好什么时间就给你 这个互相承诺就是分担贡献 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CSA的原则 他的定义就是我这个村子里面20个农户 所生产的东西 在中章口里呢我找到500个农户 消费者来我们在平台里面互相有一个承诺 如果说到这样的话就是CSA的一个产销 它是一个共生关系的 但是在共生关系里头里头会有一个系统叫做PGS PGS的系统就是底下就是消费者生产的互相参与 看这个整个生产的模式 分享式的透明的信贷的 这种就是在农中物的在产销过程当中 这个认证是消费者可以认证 政府也可以来查验 其他第三方也可以来查验 我的品质绝对没有问题 是透明的 所以其实同学们我觉得呢 如果你是农人的话 你自己种的菜自己吃是最安全的 不假借别的 就种当自己吃 那CSA的原则和PGS的模式就是 消费者你所要的就是 好像你在种菜一样 是你自己在吃 我是你家后面的菜颜 我是生产者 这个概念如果是这样的话 它的信赖关系非常强烈 那这种模式发展出来以后 互相信赖 所以消费群跟生产群中间的中介的一个平台 发展出来 那我们现在事实上我们有在发展就是说 在这个生产群跟消费群中间 我们希望有一个中介组织 这个中介组织有可能是社会企业 有可能是一个互助企业 让生产消费者他是在这个企业里面是互助的 这个互助的模式非常 可能因为有人看过我的互助社的样子 大概是这样 生产者他种的菜到消费者之间是有一个平台 那平台里面我们假设是这样 一公斤五十块的番茄 农人 开架我的番茄很好吃 很健康一公斤五十块 但是现在你知道吗 农人有没有机会开架 目前我们社会的整个买卖东西里头 是经销者派卖场告诉你一公斤多少钱 不是农人开架 农人一点作用都没有 有可能 他说市场经济的模式就是 生产量太高了 现在一公斤两块你也要认 所以我发现我在三十几年前我就做了合作农场 我们一部卡车的高力赛到台北 一公斤五十块赚了非常好 后来有一次一公斤两块 连衣费都不够回去倒贴 也很有这种现象 那个叫市场经济 那个叫资本市的经济 那个是剥夺掠夺的经济 我的概念是这样 那我现在所讲的互助经济 互助经济是我要寻找的生产者 跟我的消费者之间的平台 是在里头相遇 互相认识 你认证我的东西 我给你是健康的 但是你预购我的东西 我准事给你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我不会非常大的一个产量 就是我要赚很多很多的钱 我只是提供我的所能的 给我所需求的人 这供需是平衡的 供需平衡以后是怎么样的 不会吵架 我现在少了 我要价钱多少 不是 供需平衡的意思是 我现在是三月 我六月到九月有 一万公斤的番茄 我的消费者 你看谁要几公斤几公斤 就登记好 你先出一半的钱 我绝对准事给你 供需是 大家在沟通当中 就变得很平衡 就是说我不会产的太多的量 我要的就是你所需求的 那这个模式里头 生产者 他先主张说 我的换钱一公斤五十块 然后消费者呢 好我买 一公斤五十块给他 但是平台里面呢 因为平台是一个服务的平台 你一公斤五十块 我们会告诉生产者 你哪一层给平台 五十块一层是五块嘛 就给他四十五块 那消费者呢 也是五十块 我们没有涨价 但是你也外加十八给平台 所以平台里面 他有生产者消费者的贡献在里头 他就去服务生产跟消费者 但是到结算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 互助经济的概念在里头 结算的时候 比如说一年到头 整个操作里面结算 假设我们是说有整个平台收入一百万的 假设 他的管理费等等人士 大概是五十万左右 所以还有五十万的营收 五十万呢 我们会依照你生产者 消费者在交易平台的贡献度 在贪款给你 贪款给你的方法是什么呢 建构你的主席账户 不是写直接给你 每一个人都有另一个账户在这里 所以变成你个人三千块 你有五千块 你有几千块 你都很清楚 按照我的贡献度 我该得到的 你也会很清楚 但是呢 这个钱在哪里呢 还是在平台里面变成蓄水池 这个蓄水池做什么呢 所谓的互助金融 比如说某某仪 你现在要 要融资做什么 我们让你融资 你可能要缴一点利息 那又回到蓄水池里面 你可能说要买我的菜 我没有钱 从那边用借贷的话是借 你可能要付一点利息 所以那个蓄水池是一个共享的 那个蓄水池里头 它是互助性的经济 但是我们的目标在哪里呢 我们希望这个互助平台里面 会产生一个金融的组织 比如小银行 有可能会 从银行里面 会提出 大家生产的消费者的保险 其实这里头呢 就会产生一个社会企业出来 社会企业出来 这是一个 一个 我们的核心的理念就是 消费者生产者 彼此间的信赖关系 是 这个到底是好不好的东西 是互相认证 你吃过 你看过 你来过 看到了 所以品牌绝对没有问题 那它的贸易 公平贸易的风险分担 它的贸易分担是 你先预购 让我生产者有能力去操作 让我绝对给你健康的东西 它的供需是达到平衡 所以没有所谓的一个 市场经济的那种风险在 那这个生产消费者之间的经营模式呢 可能会自治互助的一个 创造一个更 无限可能的一个 另外设计的上迁出来 这是一个 我想我把一个部落 见过这样的一个 一个互助平台 所以我现在讲到这里的意思是说 到底部落做农 有没有希望 那这个操作的自然融入的SOP 可行不可行 那我行销的模式 是不是能够达到这个 跟城乡之间的互惠互利 那如果说我这个区块是成功的话 平东可以有一个复制的 台北复制 台东发展复制 复制的平台里头会串点一个 类似什么 大百货公司吧 非得是说我们的平台当中 会产出一个更多的一个 互相分享的一个 一个竞技的模式 所以我想 大概我跟同姐们分享的是 这个我想创造的 也不是创造的 在努力做的 联系部落的一个故事 从土壤里头能够产出一个 怎么样健康的东西 然后产出的这个东西 我会跟把消费者 身上的拉造一个平台 互助经济 然后创造 城乡之间的一个物流 之后产出的一个新的商圈子来 大概我先讲到这里看看大家 因为老师给我的说 真的是我们研究部落的经济困境 真的困境 因为我们现在在转临时工 在转农工 如果回到这个 刚刚我所讲的这个 他可能就是一个小老板 很多很多的股东 联系起来 那如果这样的模式 可能我会突破 部落经济的困境 然后呢 你真的才会自治 才会内部管理 所以原住民说 我的部落自治 我的民主自治 你没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产业模式 你没有一个真的 能够让你 立生在这样的一个 一个时间和空间里头 能够发展出你的产业出来 大概我们还是要去做游民 还是去做工 还是外流 所以想是说 从这个角度去看 来跟大家分享这一点 那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 很谢谢我们主委 主委坐在那边 同学那个提一些问题 好 那其实想想看 跟我上星期在讲的国家 国家的原权运动 跟国家的关系 因为国家的治理 是全面性的 我们 可是我们一般 不管是原权运动的 当时 我们说他有很多的目标 正面啊 土地啊 自治啊 这基本上都是 比较是着眼在政治范围的对抗 我们知道政治法律大概是底线 可是政治范围的 即使当然现在有一些相当的改善 可是这样子的改善跟主体性的建立之间 可能还有一些距离 我们上礼拜介绍的是一个文化霸权的概念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在全 比较能够全面性的建立 部落的原住民的主体性 或者说部落的主体性 所以今天 瓦利斯贝林先生的演讲 其实是碰触到说 这个政治上的单元出来 政治上的权力出来 我们要怎么去支撑它 部落是一个真正的生命共同体 那族群或者原住民族 这个整个现在我们在 台湾已经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分类 这个东西是很晚近的概念 我们不见得实际操作 不见得好操作 所以回到部落 部落是一个真正的 有共同生活经验 有历史传承的一个单元 那我想这个是瓦利斯贝林先生 现在的演讲是帮我们把政治上的 跟回到生活上的社区经验上 这样子的层级 把一些不同的考虑串起来 那我们就针对刚刚的演讲 还有各位当然知道 身为四任立委跟主委的这样子的经验 从事回去做农 不会是一个偶然的事情 那同学 就是针对刚刚的演讲 欢迎你们提出问题 那好在等大家之前我就先准备一些 我想请问我们要不要回到 PowerPoint的最后一章 因为前面讲土壤的时候 我想有些同学可能昏了 然后最后一下 后来很快的跳到讲到社区的部分 我觉得很值得多想一想 社区企业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 我想大家不要以为它很炫 我们就回到了 那今天的演讲非常重要的 带出来的一个 其实是非常有气魄的 气图很大的一个想法 就是相对于市场经济 提出了一个互助经济 我知道有时候主委会用共享经济 今天演讲也用到不用分享 很刻意的好像用了分享 共享这个词而不是分享 分是分开的 共是合在一起的 我觉得这选择应该是有深意了 所以互助经济是要怎么样运作 互助经济 为什么需要提互助经济 那互助经济 为什么我们不要带入市场经济 实际上我们今天生活在市场经济里面 等于是说 这边要根源出一小块空间 我们可能引入互助经济的模式 互助经济可以生根 而这是跟部落的生活形态有关的 而且可能是跟部落自治 跟原住民自治 是有助于自治的 好像这个铺陈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那实际上互助经济 或者我们说互助平台的构想 同学会不会觉得有一些熟悉 互助经济这个概念可能不见得是 我们如果把互助经济拿来跟 资本主义经济来对比的话 可能这个我们常常看到 这些比较小规模的一些努力 其实公平交易的做法 跟这个交易平台 互助平台这个有一点相近 那这边讲的比方第二点讲的品牌 互相认证工地交易风险分担工需平衡 它的目的不在创造利润 而是在发展这样的一个信赖关系 为的是产跟销彼此之间 我们扩大我们的生活经验 生产者我们原来不见得认得 我们现在去农场拜访 比方我们去绿色农场拜访 我们之间看到了 然后发展出 我们有一些讨论 发展出一种信赖关系 所以在这信赖关系的基础上 我们成为一个伦理上相关的社群 Moral community 也就是说所谓伦理上相关 就是我们彼此的福祉是有关的 所以以生产者来讲 就是说我们的生产方式 是对我们的消费者的身体是有助 有帮助的 而不是说以盈利为目的 那消费者愿意多负担一点 买某些东西愿意多付一点钱 不只是因为对我的身体 比较健康有好处 那同时我在这个过程中 我用预购的方式 也是为了让农人在经营的时候 因为农人一定是产品出来 他才能卖 所以在他这个产期当中 他有一笔经费他可以开销 所以他讲的是说 为什么彼此愿意这么做 因为我们考虑到对方的利益 不管是健康还是家庭需求 我们考虑到是对方的利益 为什么我们在乎对方的利益 因为我们彼此关心 我们是一个Moral community 我们是一个共同 是一个社群 所以这边就跟我们原来 朱伟在这边一直讲的说 部落是一个社群 部落是彼此利益相关 彼此关心 社会关系 让这些人交织成一个社群 那现在等于说这个社群拉大了 说这在原来部落的社会关系之外 有另外一群人就是消费者 我们把他带进来 跟部落再组成一个 一个有互助关系的一个群体 所以甚至于说 我这边就叫做一个自助互助社群关系 那我在想 因为同学如果看到天下的那篇文章的话 就会知道 其实为什么储蓄互助社在梅西是成功的 是因为他彼此认识 彼此信赖 所以他不需要 他最重要是因为他没有抵押品 所以他跟外面银行或什么 你拿土地去抵押那样子带来的 个人有时候我一下付不了那个利息 或者无法还款 那个你马上就面临失去土地的问题 所以他是 那为什么梅西可以这么说 他就说我不要抵押品 因为我们彼此认得 那我相信因为我们认得 你有需要维护 你个人跟你家族在这个地方的名声 所以你一定会还款 而且他有很多的编的很细的 互相交织的社会关系 会让对方我们说也有压力 他也觉得他需要还款 所以那个最重要 其实储蓄互助社可以成功 是因为彼此信赖 那我们如果把这样子的一种信赖 互助信赖基础上的这种互助经济的模式 我们把它拉大 刚刚说我们有五百户的 五百家的这个消费者 中张头范围的来买人爱香 来买梅西的产品 这个互助的基础也势必是信赖 那这样子的一种信赖 因为原来没有这样的社会关系 不像那个储户社可以成功 因为他彼此已经在复杂的社会关系里面 所以我们怎么样可以让这样子的一种模式 增加这种模式成功的机会 我相信主委已经想很多年了 可以 我讲几个我们梅西主席物资社 梅西主席物资社 梅西这个是我们部落的名字 一个西流叫梅西 梅西物资社已经几年了 五十年了 但是五十年当中大概二十多年都没有法律来说 你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制度 都是事半 那法律是怎么样 可以成立银行 你要有五十亿的资金 你要有股东 梅西来讲不可能 那梅西开始是怎么做呢 就是说在座的每一位 每一个人一天 不是一个月存一千块 以前我们是大概十块了 五十年前 五十年前就参加了 可以知道我的年龄了 我十几岁就参加 那每个人现在来讲 每个人现在我们五十个人 一个人存一千块 一个月存一千块 那你一年可以存多少 一个人来讲 一万两千嘛 五十个人多少 六十万 六十万 好 我们就算一年 每一个人都有一万两千 一万两千 我用一个等 因为有时候可能可以存五百 也可以存两百 我们就比例出一千块 你有一万两千块 然后我们一年就有六十万 然后我们就讲 我们就定一个游戏规则 谁要借钱可以借 但是游戏规则是要公平要透明的 一万两千块 按照我们的游戏规则是 你可以借五倍 你可以借六万块 那你申请借六万块很简单 就是你要有个需求 它的需求 我们在美西有两个需求而已 可以借钱 给的不行 我要借钱去赌博 今天不行 你要借钱是叫做生产有关的 生活 改善生活跟生产有关 这两个 所以我读书从小就是借钱的 这学习要缴备了 我爸爸就去借钱了 然后慢慢慢慢寄付 所以里头很清楚 你比如说一万两千块 你借了六万块 可以分三年来付 它的利息是几% 都规定的很清楚 所以你看看 我比例下 比如说 你现在一万两千块 到这里 你的存款是到这里 你借了六万块 你债务是在这里 但是呢 你每一个月还是存 我们叫做 你到邮局去 你存了六万块有没有 你提六万块 你就剩下多少 零了嘛 那个不为理财 那我现在是六十万在这里 我们轮流去贷款 我存一万二 你不要去提你的一万二 你借六万块 你算借了 但是你这个一万二呢 每一个月还是增加 两年以后就两万四了嘛 但是你这个六万块 第二年以后可能就剩下一点 第三年就赢了 但是你第三年以后 你有多少存钱 三万六对不对 所以 他这个蓄水石的概念就是说 互相需求的时候 你去借 你的借款 你的存款是除夕 你除夕的钱变成你的股权 除夕的钱变成除夕股金 你在这个团体里面 你一万二就是一万二 一万两千块的股权 那六万块你借出去是 你从大家团体里面借的钱 六万块就是你返回来 但是你的股权还是继续增加 里头包含你有个理财 就不会让你的这个金钱的融资当中 你不是话整个人就是说 你把它借走就没有了 你继续永续 就因为大家要互助 因为有些人不借 有些人借 你缓了别人就借 这里头的功能是这样 那第二个呢 我们还有保险 像我现在参加五十年 我大概存也不多了 大概二十万左右 因为事实上人都很聪明 我放在这里二十万 常常要用的钱很多 可能放在邮局 借了 离死了 但是我这个跟人家合作是二十万 二十万的钱当中呢 万一我典型大耳术不见了 死了 往生了 我们有个保险是这样 二十万我的除夕五金 我这个二十万就被回到家属 因为这个要 等于是回到家属 另外 保险公司要付二十万给你的家属 那个叫人寿险 就是我们自己内部的人寿险 但是我当中还没完生以前呢 我可能借了二十万 我慢慢还 还有五万块 还没还完 马上 保险公司 取消那个债务 他帮你还那个钱 所以那个除夕公司这个功能 有保险 对不对 有金融 有保险 在里头 那 事实上你有这样的一个互助基地理 磨损 可以创造很多的方法 去 从消费的角度去看 你从投资者去看 你在里面可以操作 比如说 我从一个消费的立场来看 而且消费当中也可以赚钱 比如说杰安特一部 讲他是五千块 那我护资社 我就跟护资社讲一部五千块 但是我要 我们去共购一百部 一百部 我会杀到三千五 我可以跟老板讲 但是老板说不行啊 五千块是公低加钱 会破坏行情 我跟他讲说 你这个捷安叫这个牌 我要叫除夕护资社牌 你对外不要讲这个捷安特 这是用我的牌去买的 三千五百块 因为我一次买一千五 一百百 他会同意的 那三千五百我赚了多少 一千五对不对 一千五我就变成是说 每一个人一台一千五 就变成是另外一个收入进来 你那个收入是你放到除夕账户里面呢 还是你放在付你的利息啊等等 就是对你来讲是有那个收入的 消费当中你有收入 所以 梅西部落五十年当中的运作 我们的资产现在大概三千八百万 不算多四百多个人参加这个社 但是呢 五四年当中循环贷款的资金多少 三亿四千万 三亿四千万 就在留者的部落里面 他盖房子 他的住院的医疗的学费等等 大概三亿四千万 所以他的功能多大 那个叫互助经济 那现在又在慢慢发展 因为很多现在好像也年纪大的 五六十岁的 他就不想贷款 为什么不知道要做什么 我现在说 我们去欧洲旅行 十五天要花十万块 好 我们就跟社也说 要去欧洲旅行 行只是这样 花十万块 但是呢 我们要凑 三十六个人 彼此要成团 三十六个人 出十万块 你们不要出钱 固执社带给你 为什么带给你呢 我跟旅行社讲好了 跟你说 我们这个三十六个人出去 以前是贷款的 十万块贷款 但是利息 因为三十六个人可能有两个 所谓的领队不要钱 加上说我们同时一下子三十六个人去钱 所以利息 三年的利息 你旅行社负 旅行社负 他会同意的 因为他马上有三十六个人去出团 然后呢 我们是借钱 等于我慢慢还本金 利息是别人在负 现在也有这种方法去做 一个所谓的 不会贷款的 我们就创造一个贷款的机会 儲信物质这两个功能就是 纯捡跟贷款 你那 涉言 你只有纯捡 不是好涉言 你会贷款 会纯捡是好涉言 因为贷款 你会 我们有收入 纯捡虽然会有 我们都怕余裕 我们现在有点比较麻烦是 余裕资金太多 没有人去贷款 那就变死钱了 所以你要怎么去让他火引勇 现在我就跟各位说 付出经历的功能 都要真的是想象不到 在座的每一位 你的同学结婚 你还不要去给红包 会吗 部落里面都这样 哪一个结婚 大家都认识 就是大概一千五 一千六 那个一千六红包 就是一千六很贵的 然后我想过一个方法 我们部落人结婚 我们把年轻的 就是还没结婚的人 全部召集起来 每一个人大家准三百块 就三百块 准三百块 所以结婚的 这个三百块就不给了 我结婚的 你们三百块就给我 那是一个 这个所谓的一个 把这个丙做大 你不一定当时一下子拿 一千五百块 但是呢 三百块 你一百个人就多少 三百三千三万块 三万块就给新娘子 那如果五百个人 又不得了 所以 一方面恭喜他 二方面就是说 我们有那么互助 互相帮助的功能在里面 所以目前真正在国际上 尤其日本你们去看 银行很多在倒 只有互助经济的银行没有倒 互助经济的保险没有倒 在我们了解是日本一边的奇异县 他的互助经济 就是相互保险 相互保险 相互保险是一万钱 他的一万钱 后来造就他那个县里面的 县里面的人 大概 比如说几十万人参加 那个保险公司 只要那个 那个什么 救护车 救护车 想的时候 他就 这个护资社的人 相互保险 就去问那个派车 是哪一个 车的时候 一查查他 是我的会员 他到哪一个人 马上保险就给他 他的效率都高 因为他的一个透明性很高 所以保险 固助保险的用意是什么 每一个人固定缴三百块 每一个月 每一个月 但是 这个月发生事情的人 大概他会 精算到三百块 收的费用里面的 六成七成 是决定保险会出去 他们会精算 大概 比如百分之六十 都顾到理赔 百分之四十 或三十几 变成收入 这个收入 又会分享给大家 因为透明的 但是你到保险公司 所谓商业保险 他会跟你讲什么呢 你还没出事以前 固定 一个月出多少出多少 对不对 后来你出事以后 他想尽办法是 不会让你离非 为什么 你可能有问题 你可能喝酒 你可能什么 造成这个意外 商业保险绝对 所以很不容易拿到钱 非常的 去挑剔 所以我们说保险公司 商业保险是 有一点很大的诈骗取道 他永远比较可以闻 他是赚钱的 所以这个资本式的 商业意义的一个 经济模组跟 分享意义的经济模组 差别非常大在这里 所以我今天就是讲说 即使互助平台 刚刚我们讲到说 你买卖东西的时候 你可能分到生产者消费群 我的农场是生产者 我卖东西当中 你买东西当中 我们就创造一个利益在里头 这个利益就分享了 这个就是所谓的互助平台 但是你是消费群的这个 有可能是生产群 将来有可能 比如说你有可能会做一个东西 是让我们都可以想要的 比如说你做一个皮包 手工皮包 你要混到我的平台 这个手工是多少 你可能就会生产的 所以生产消费者之间 它可以角色互换 它是多元的 甚至是无限可能的发展 的一个企业形态出来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 我们国家事实上到目前 比欧美各国推动互助发展 这个区块是非常的慢 而且导向资本市场 你看很多的法医都是 促餐条例 投VOT等等 都是在发展大企业的一个 社会经济 社会经济模式的一个基层 互助经济这个模式 反而非常的薄弱 欧洲真的是这方面非常早 非常早 所以互助经济 它有非常高的资本 生产资本经济的模式 它有照顾到比较中低的部分的互助经济 我想在欧洲社会有时候可以看到这个 大概作为这个补充 不曉得各位同学 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有一些要问的 我就继续刚刚那个问题请教一下 因为比方说梅西是个成功 储顾色非常成功 而且也50 超过50年了 所以梅西的成功有没有成 它有没有作为一个典范 然后扩散出去 因为我记得天下那篇文章里面 它也讲了梅西出了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微薪贷款的可能性 所以它有很多的 它付学费不是问题 所以它在人才养成上 也有很好的效果 所以这样子大家都 就是维持这么久的一个成功的例子 有没有在部落 不同的部落扩散出去 那如果没有的话 梅西为什么是梅西可以成功 那我们又怎么样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成功 再放到楼面生产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 对 那个事实上 那户助社在台湾有三百 好像三百四十几个单位 那梅西部落是其中一个 但是原住民的部落有的一百多个部落有 当然有的经营人 有的经法 里都是一个所谓的经营者 因为户助社的经营 户助社的模式很好玩 户助社的股东是谁呢 社员 社员是股东 客户是谁 社员 外面不能进来 股东是社员 客户是社员 经营者是谁呢 社员推败的理事去经营 所以变成说 经营者 股东客户都是社员 如果公司来讲 股东是股东 客户是客户 那经营者是股东 既推败专业的 那完全利益是股东 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模式 那经营这个户助基金 这个应该也叫社会企业 真的是要有一个所谓的使命感 就是真的不是为了利益 那种 确实 这种是一个非常 很难得去培养的 但事实上已经是非常不错 我们负责社在台湾来讲 有五千个志工 这个志工就是理建事会 不领钱 就是管理经营 大概有五六百个所谓的职员 像我们梅西社四百多个会员里面 有二十几个志工 一个专人 专职 理性水就一个 他可以有这样一个发挥很大的效果 里头的一个训练跟教育的一个理念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负责社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核心 就是核心的一个推动模式就是教育 教育 但是教育 就是让大家学习彼此之间 这是共融的一个 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很特殊的一个文化 那这个文化是属于共融的分享 但是呢慢慢它有时候是迟钝的很慢的 因为它没有像企业的那个企业性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爆发力还是什么 因为企业大师要小力等等 那我们这个是很慢很慢五十年以代 大概也只不过就是三四千万的一个资产 那五十年的公司里头 如果是经营了也有就不一定 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同内向的一个发展 来 同学有没有什么欢迎提问提 好 请来 都要请教还是五十年来的 直到现在看起来都还蛮强的 我们就想请问一下其中的过程 遇到什么是可能有些可能快要导射 或是解散危机之类的 因为到目前听起来都蛮强的 想问一下没有什么就是遇到困难之类的 有 有 其实他的 他的 附助社 这个监狱模式这个制度 跟游戏规则 已经受到非常多的一个历练 是很 这个是造这个走势 不会有问题 但是人为的问题有 比如说 我挪用公馆 挪用这个钱 我今天欠钱 人家负责钱 我不先入账 然后我就 后来慢慢一查 你怎么不见了呢 当然这个就违法 这个送来 人为上的所谓措施有 还有一个就是 还有很大的问题 比如说 我贷款 后来农业是这样的 我大概三个月 六个月才有收入 我就一起 第一个月 第二个月没办法 第三个月没办法 然后就 理事会说 你还有一个货款怎么样 我真的没有收入 没办法 然后当然可以讨论 比如说是展延 或者是什么 很多方法可以去处理 那有一些人就 耍賴笔的 他就 并不见面 还有一种其实是 他的专职 他很认真 通知 你忘记货款了 后来 这所谓的债务人 就是贷款人 是他的长辈 他也不敢讲 你快点点货款 会被骂 部落都是这样 常会有那种 所以里头确实 有人为上很多的因素 造成他的一个困扰 费用 那也有倒的 但是倒的 这个户主社是这样 比如说我有三千万的钱 我全部被贷款出去 还不会倒 为什么呢 他贷款是 你贷多少 贷多少 很居足 是贷到你个人身上 不像银行 他挪用几百亿出去 不借的 那就少了几百亿 我们是债有主 你贷出去多少多少 然后呢 这个户主社的钱 不能有很有钱的人 说我要清单 三千万 我要存一千万 绝对不行 每一个人存款 不能超过所有资金的百分之十 除夕是不能预业的百分之十 所以他有一个门槛 就是说 不会让好像有钱有势的在这里 我们这个是大家同步的 你有一点钱 没关系 就是百分之十 所以他有限制 贷款呢 他被说 最高不能超过三百万 不能超过多少 他都有规定的 所以有义法上的一个措施有 但是人为的部分就是 因为作战他一个人 但以前呢 我们都用手 所以你看那个天下杂志 有 我们每天有两次 上天下杂志 有一个杂志叫做 一张桌子的金控 那时候来访问我 那时候我们刚开始呼之说 就是一张桌子而已 尤其老人 连名字 因为我们研究人的名字 都是用讲的 用写的 他看不懂中文 然后他妈妈就带着 孩子不在嘛 带着六本存子 他说每一个存子 我还存一百块 他就丢到桌上 丢到桌上 然后因为很多在那边 要登记 入手登记以前 大概三十年前都没有电脑 入手登记 然后大家也不看里面写了什么 也不去看 然后这个妈妈说 我要等那么久 现在是我来哪 先放这里 也有这样子 所以变成说 那个信贷关系是非常有 但是有可能 砖子真的是 变成说 在一种 所谓 一种挪用上 有可能会发生的时候 也是在这里 因为他不会查队 我们老人不会查队 那像现在我们的年终大会 大概都是一月份 就是过了一年的一月份 结算后面那一年 我这次还很感动一个 90岁的阿嬷已经走路 他每一次年终大会 就很高兴带存子去参加开会 也不一定会听懂 分都是报告 后来生病 他坐轮椅 然后他跟他的儿子说 我们要开会 带回去 我一定要签名 所以那个变成是参与性 就是已经有习惯性的 我一定要到场 然后他们的设计也很好 比如说 我们会有一些比赛 比如说每个月都存款的 群金的 我们有奖品 可能给什么呢 沙拉油 可能给 就是家里用的 不是给什么东西 背罩什么 他还是很高兴拿到 我得奖 就是很实在的一个东西 然后他们也规定说 我们要分利息 都已经装好一袋一袋 如果没有开会到场的人 这个利息全部存进去 不能发给他 理事会决定 后来大会也说 好了好了 然后没有到场的全部换到账户里面 那你到场的就是你这个红利回去很高兴 然后呢 你没有到场的 有时候比如说他们会准备便当 因为会开到中午的时候 你十一点以前没有报到的 你连便当都没有 所以他内部的文化性就是自主性自动性的 这个明星部落就是非常有一个 大家也不会去炒 不会去股东 什么什么 没有那个吵架的人 但是就是很有善的一个东西 在里面 有机会反正跟同学们来看一下 正好开会当然最好 没有的话 有专职在那里操作的 也可以去观摩 请问一下 2017年1月份 分2016年的红利是多少 这一次呢 2017 我们前一年分到2% 比定准还高 今年分到1%左右 因为我们的语音之间就是说 比如说有1000多万 1800多万没有被带出去 但是我们后来想说 这1000多万这个 我们要设计贷款 让大家想办法贷款 比如说是我们有一种说 过年三万块贷款 好过年三万块 利息三八或是其他 都会涉及那个促进贷款的东西 它是非常 凭很像很人性的一个做法 不像你股东大会决定什么 你就不能逾越 没有 所以非常人性做法的一个融资 和一个组织 同学问题 其实我们很有想过 台大为什么不弄一个负质社 在美国 但是美国的负质社已经变成很火了 因为整个所谓的网络等等 它每一个大学都有负质社 叫Credit Union 去留学负责 你可能会有一个卡 就是负责用的 你就会有信用卡等等 它你出息什么 然后你离开学校你就结算 它已经是变成一个 那我们现在还是蛮封闭的一个区域 它有一个发生就是 这个区域 它的一个基本成立的一个 概念叫共同关系的存在 那我们在那边共同关系就是这个部落 而且我们那个部落 一半是原村民一半是汉人 我们那个部落是分两个 那一直到现在我跟他们讲说 我们汉人朋友都熟嘛 都容许他进来嘛 他们理性会觉得不行 我们怕就骗了 这个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开放 给我们同一个村的汉民主 这个是一个根深帝国 可能有一些老人的经验什么 大家的一个观念不一样 那这个叫区域性的 就是关于各种关系 那有一个叫职域性 或者机构性 比如说在香港他们有部注射是警察局的 或者是电话部门的 职域性的 那事实上有机会你们可以看那个 那个基督教长老会的医院那个叫什么 马基因 马基因有一个副职社 当时马基因为什么有成立副职社 大概三四十年前 马基因开始有护士 医生 员工 后来他们长长标会 标会后导会就走了 不见了 后来产生一个大家关系很不好 后来当时的院长可能是牧师 后来就知道 家会有在推副职社 他们就成立马基副职社 马基副职社 他们的系统就很清楚了 以后院长规定绝对不能标会 你就参加副职社 要融资就参加副职社 那比如说他们的系统有总务 会计 比如说哪一个 他们讲好大会的时候 每一个月从薪水扣五百块出息 那如果借款的话 把那个账单给总务部门说 每一个月扣多少钱来付利息本息 所以他们的预防比接近零 整个制度 整个机构的制度里面都融入到 付出经济的概念 然后发现是怎么样呢 他说故事员工都很融洽 没有在吵架 就是然后还有共同出友 共同什么就设计这些东西 所以 付出经济是基本人性的一面的一个东西 所以发展到这个方程 那学校事实上是可行的 在国外都有 但是我们这个是 台湾还让 因为 付出社本来就封闭了 他的法令叫除夕互助设法 那是我当初在立法院 制定的法令 经过很多学者专家来 那个法里面就是容许 除了银行以外 我们付出社不上银行 一到银行就麻烦了 金管会就管理实实的 我们说我们不是银行 我们是金融组织 我们不是机构 我们只是组织 这差别有点把他去的 在立法 那现在原住民委员会 准备弄一个 我当时也提案就是说 一定 延民会应该要成立 原住民互助金库 互助金库就是经济部 底下如果是互助社的话 很多互助金回到它的转成以后 这个转成跟国家等等的 比较好利用的资金 不要去冒险做一些投资 能够占用 然后回流到互助社里面 它是一个畅通的 这个可能更有了 发展更多的保险等等的 大概是更有 那可能这个也是未来可能会对吧 我请问一下 因为主委后来2000 应该是2000 主委的任期到2007 所以后来就回到 部落去 然后有这样子的 开始做律生农场这个部分 那可是实际上 应该是2015 2016 2015 2016在总统选举的时候 族群方面 原住民相关的政策 总统选举的政策 应该还是您帮忙理定的 所以想要知道说 在山上的也蛮多年 律生农场的经营构想 也蛮多年的农业生产的直接经验 怎么样再回到族群政策的理定建议上面 其实在小英竞选的时候 其实我们提出相关的一个议题就是 大概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族群主流化 族群主流化的意思是说 像性别平等 性别主流化 你性别主流化的意思是 在每一个政府部门也好 什么单位也好 这个所谓性别 就是女性男性 不是既比男性女性的问题 是 变成说 在这个单位里头 都同时都尊重这个性别的问题 那族群主流化的意思是 在我们行政院的各部会 混到研究部队就丢到研运会 但是我要的是道路建设 应该是交通部的 交通部的 你也不管你是研究群主 应该交通部里面 要族群主流化说 研究群的部落道路到底是怎么样 他应该要去做思考 那司法院里头 你看研究群的生活习俗 不一样的地方 在判决上 制定法律上的时候 就是族群主流化 把所有的议题 要换在族群的一个 对的一个意义上面 其实我们当时建议的是这个方向 其实也受到关注了 受到关注 所以当然政治是这样 后来整个政治往前走的时候 有立法院有新政院各部位 有很多的一个里头 要去谈这些民主的问题 像我们很清楚讲 最近在炒了一个叫做 叫做传统鱼 化射棒瓦 所以在座的 我们不是原住民 是说 400年前 台湾都是原住民的 其实应该是对的 但是 台湾都是原住民 现在原住民的领域 就是潜伏台湾 这也不一定对了 为什么 整个在历史过程当中 有一些变迁 比如说 所以但是有一个概念是说 台湾是 原来的主人是原住民 那台湾从原住民角度来看 它是肯直的社会 贝肯直的一个社会 但是总派民主来讲是移民的社会 在移民社会跟贝肯直的当中 要找出它的一个共生点在哪里 其实应该是要去谈这个东西 但是在工部门 对于耶稣民的部门 比如说灵班地 灵班地 那么大的灵班地 原来是我的部落 我的旧部落 我的内场等等 原来是我的领域 后来全部都灵班地 我进去都要被授法 我哪一根木头盖房子也不行 哪一个藤要做编制也不行 都是森林法的规范 这个都是目前想要进步迫的东西 也是主情主流化的问题 但是这个是一笔就会变得很政治的东西 但是我认为原住民跟汉民族在台湾 我们希望原住民有更大的贡献在台湾 从它文化的多元性 它的传统文一些智慧里头 让台湾是变成一个 能够让原住民的发展 有新的面貌 然后能够代表原住民 台湾特殊的文化 因为跟国际上 我想这个贡献度我们该有 但是过去并没有 因为你不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一直在限制 这些都是一个国家上的一个政策 面向很大的一个 应该我们讲的转型 争议甚至和解的模式去处理 修复了 修复了 修复国际的一个 而且这一点是可能这个大社会 大家都要再去做思考的东西 对 同学问题哦 不要都让我问完 那我可不可以请教主委 还有一个我非常非常想要了解 听说您原来是天主教的神 是 不知道这样子 因为是神职人那样子的 宗教养神是非常非常深刻 不知道这跟你们对 对于在原住民族群的参与 这个议题的参与上面 你自己反过来看 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我刚刚讲到那个 塞德哥巴黛的那个电影 我们对于生命的看法 是非常清楚 就是说我们有祖先 我们有祖民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地方 池不觉得什么 所以他敢跟日本人打仗到 甚至真正被日本人杀很少 是自杀了很多 因为我不要跟你共存 我要到我另外一个 我的天乡 我的祖民的地方去 那个和现在的宗教 比较接近就是 基督教天主教的那个信仰 很接近 好像就是说 又到另外一个领域 当然佛教的所谓的 极乐世界的概念也是一样 但是在 在我自己的养成过程当中 从小受到天主教的影响 那我看到一个神父 那时候民国四十年左右 我四十一年我出生的时候 大概慢慢长大 看到外国的时候 长得不一样 又那么和蔼可亲 然后又很关心你 然后会问你什么 问东西这样 我就觉得这个人好像好人 就把他当成好人这样 然后慢慢接触就觉得 我也想做这样的一个人 就从小有那个想法 当然在阿公阿嬤讲的时候 也是说 人不能偷东西呢 不能怎么样 也都在讲 所以我记得我有一个阿伯 被伯父 他种很多地瓜 很多地瓜 他种地瓜以后 可能不在家 旁边离居就去帮他拿地瓜 就自己采地瓜 可能要吃了 因为他人不在 他先离居去拿 后来另外一个人看到 他就跟阿伯说 有人去哪里的地瓜 他没有讲偷 有人去哪里的地瓜 他有跟你讲吗 后来阿伯怎么讲 他说没有我不在 没有关系 他也不会丢掉 不会浪位 他讲的是这样的话 所以让我感受的是说 确实人和人的关系里头 如果按照法律的 他是偷 马上送警察 派出所 很快 确实是偷 但是从严重的文化一喊里面是说 好像那个他需要嘛 让他拿去嘛 他会啦 会来跟我讲啦 所以从小小孩子 他经过一个田园里面 看到那个 我们以前叫梨 木子梨那个梨 红肉梨很好吃 孩子就去吃了 然后爸爸看到说 你为什么乱吃 你没有跟人家讲一声 他就带孩子去 跟那个地主说 我的孩子有吃你的东西 他没有跟你讲 很好啦 那喜欢吃多好 那是要吃的 讲的话都是很正面的 没有一下子 那是我的 你不能拿 没有 所以从小有一点感受到这个文化的信仰 然后跟宗教的信仰 他就觉得应该很和善很善意 社会的善意是该有的 那从小有这个信仰的培养 那一路走来就是有 有赌哲学赌神学这样 但是后来发现 就很多实际问题了 就是 所以很早就加入农民运动了 抗议就是说 为什么败价 为什么我们收入 为什么很多 来租我们徒弟不给钱 那些东西 就到大学的时候 我就组织农民运动 我组织合作农场 然后 我做了很多类似的一个合作组织 那时候就开始了 就马上就进到政治的问题 政治的层面去 我认为政治可以举行问题了 但是法律修改 那什么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是很多没有进去 至于已经到了这个年龄 我不晓得说 过去所走的路 怎么去评断 它的成效是什么 如果按照圣经讲的时候 好像我跑的路 跑完走的路 我应该要得到皇冠 一个比赛的一个冠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 没有做到很多 我发现跌跌撞撞 然后很多东西没有完成 发现还是要这班人 后面后面要持进来 所以感谢老师 给我机会跟我们年轻朋友来谈这个事 但是我是觉得人的一面 你用组织的方法 用这个善恋来去处理 我们的社会的问题 可能是一个正面正确的 我想除了你的能力 你赚大钱 开工厂等等等等 这些你有本事 没有问题 但是在整个社会性面的 这个部分的价值呢 还是大家都在共融 在一个空间里头 我认为它的价值性还有 所谓的互助经济模式 这个是蛮重要的 感谢 好 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讲者 好 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讲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